23岁的杭州小伙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肠癌为何盯上年轻人呢 告诉您有五个原因 最近杭州的一位00后小伙子 因感到肛门坠胀伴有变血 来杭州市第一人医院就诊 结果发现距离他肛门约5厘米的直肠内 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肿块 并离确诊为直肠癌 并且检查发现他已经有了肛脏的转移 已经进入了直肠癌的晚期 近年来肠癌年轻化趋势逐渐显现 虽然肠癌仍然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年轻人也面临着肠癌的风险 有五个可能的原因可以解释肠癌年轻化的趋势 第一 饮食的习惯 年轻人中高脂肪、低纤维、高蛋白饮食 以及过多的摄入红肉、薰制食品和加工肉类的习惯 与肠癌的发病有关 第二 生活方式 现代生活方式中缺乏体育锻炼 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体育活动可能也是导致肠癌年轻化的因素之一 另外 大量的吸烟和酗酒与肠癌的增加也息息相关 第三 肥胖率增加 肥胖是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肥胖率在年轻人中不断增加 可能导致直肠癌发病率上升 第四 遗传因素 虽然大部分肠癌与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关 但遗传因素也可能在一些年轻患者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五 早期筛查不足 由于传统上肠癌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 年轻人往往没有被纳入肠癌的筛查范围 导致早期肠癌在他们身上被忽视 另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有两种肠道疾病与肠癌关系密切 分别是 第一 肠膝肉 肠膝肉是肠癌的前体病变 大多数肠癌都发生在肠臂上的限流性膝肉上 随着肠膝肉的增大和增多 患肠癌的风险也增加 第二 炎症性肠病 患有慢性炎症性肠病 比如溃养性结肠炎和克隆恩病等 个体的肠癌风险也较一般人群要更高 肠癌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随着肿瘤的增大 常见的症状包括排便的习惯改变 出现变血 腹痛 体重减轻 乏力等 肠癌年轻化趋势的出现 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 因为早期发现肠癌 可以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 因此建议年轻人也要关注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并且如果有症状或高风险的因素 要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检查 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肠癌 如果有家族史或其他的高风险因素 应该更加重视预防和监测 感谢观看